女生对好看的男生有多主动 你们知道吗 但是我告诉你 就大街上那些帅哥 十个有八个是假的 我观察到我身边 总是能够轻易脱单的男生 才发现人家都是有绝招的 千山鸟飞绝 有招你得学 人家出门除了穿戴整齐 关键还在于专门收拾一下皮肤 没有外在 谁看你的内在 我去问了董行的兄弟 要到了干货 心策有效 就是这个左颜右色 男士素颜霜 熬夜打游戏 小脸辣黄 外加黑眼圈 小酒小烧烤 脸上有痘印的 用这个素颜霜都能搞定 一整个颠覆你的认知啊 但凡你有面试 有约会 想出门秒帅的 就花个十秒 脸上一涂一抹 肤色当场体谅 瑕疵全无 还超级自然 和女朋友Kiss啊 他根本看不出你抹了东西 防水防汗 做得很出色 也不用卸妆 洗面奶一洗就OK了 推荐的我那个兄弟啊 人家用了一年多了 出门呢 经常被妹子要微信 所以啊 赶紧抄作业去吧 千万不要在亲戚面前 炫耀这三件事 否则你一定会后悔的 第一件事 就是不要和任何的亲戚 分享成功的喜悦 和任何开心的事情 人性当中最大的恶 就是见不得 你比别人过得好 即使是亲戚也是如此的 更不用说有些人啊 像复读机一样 见了谁啊 就和人家各种炫耀 自己家里过得怎么怎么好 自己的儿女哪里哪里工作 好像不得瑟一下 就不知道如何与人交流了 殊不知啊 在听的人啊 已经厌恶到了极致了 要不是碍于亲戚的面子 早就断了往来了 第二个呢 就是不要炫耀自己的人脉关系 尤其是好心人啊 你和人家都没见几面 你就在亲戚面前炫耀说 你认识谁谁谁 到时候亲戚有一天 真的用到这个人了 你是帮还是不帮呢 帮的话 搞不好你现在跟人家都说不上话呢 人脉关系都是互利互惠的 你对人家没有任何价值 人家凭什么帮你呢 不帮的话 亲戚认为啊 你有这个能力 你却不帮他 自然心里有个隔阂了 以后你们还怎么相处呢 退一步讲 就算你的关系 真的是用到了 人家第一次帮你 用多了就不灵了 谁没有义务帮你一辈子的 所以不到关键时刻 最好不要求人办事 第三个 就是不要在亲戚面前 透露自己有钱 有些人呢 手里有点闲钱 就得瑟的不行了 逢人就说 如果说你的亲戚收入比你高还好 如果他收入不如你 那么你在他面前炫耀 就会无形中给他压力的 反而呢 让他越来越讨厌你 这样很不利于亲戚之间的相处 如果说遇到人品不好的亲戚 即使说他手里有钱 他也会变着发和你去借钱 到时候啊 你借出去的这个钱 很难要回来的 最后搞不好呢 还背个不仁不义的骂名 值得吗 男人其实是最好骗的一种生物 你只需要简单的几句问候 他就能上钩 一两句的夸奖 他就会膨胀 偶尔呢 跟他聊会天 就会激发他无尽的想象 你要是再撒个娇啊 他绝对就会晕头转向 哪怕是他不喜欢你啊 他也会觉得呀 你是个好姑娘 他要是喜欢你 你都不用骗他 他自己就能把自己骗够呛 今天啊 教大家如何用渣女的套路 拿下渣女 我朋友呢 前两天认识一个女生 然后呢 他就开始对这个女生 发起了猛烈的追求 就是呢 隔三差五 就给人家买礼物 没事就转账发红包 然后这个女生呢 每次在收到礼物的时候呢 就热情的回应一下 之后隔两天呢 又对他爱搭不理了 就这样反复几次之后呢 我朋友就抑郁了 他说这样不行呀 我得向他表白呀 然后呢 他就主动表白了 结果这个女生就说了 我现在呢 还不想谈恋爱 因为呢 我还没有从上一段感情中 走出来 我受伤太深了 我们还是先做朋友吧 因为呢 我真的还没有准备好 然后我朋友就说了 我是真的很喜欢你 我相信你也一定能看得出来吧 但是呢 如果你对我没有什么感觉 你就直接告诉我 不用这么委婉地拒绝我 但是这个女生呢 他肯定不会直接说呀 因为他还要吊着他呢 果然这个女生说了 没有啊 我觉得你人真的挺好的 是我自己的问题 我还没有准备好 如果说你真的喜欢我 能不能多给我一点时间 然后呢 我朋友就不知道说啥了 就跟我一顿倾诉啊 我一看这姑娘行呢 有点套路啊 那咱们就接招呗 我就跟我朋友说 就像这种吊着你的呢 你不要企图用你的一颗真心 你就能感动他 他领不领情还两说 他还可能用你对他的好 进行索取 也就是说 他又不想跟你在一起 又想去享受你对他的好 我就告诉我朋友 你就回俩字 好吧 然后不管他说啥 你都不用理他了 我跟你说 以前啊 都是我朋友在想 这个女生在想啥 这回我告诉你 反过来了 女生就会想 嗯 他怎么不理我了呢 他是不是遇到更喜欢的人了 他也不找我聊天了 也不过送礼物了 然后就这样呢 晾他一个星期 然后呢 找一个女生出来吃饭 这个女生呢 一定要是很漂亮的那种啊 然后拍照发朋友圈 果不出我所料 当天晚上 这个女生就给他发信息了 说 最近怎么不理我了 挺忙的呀 然后呢 我朋友兴高采烈的跑过来告诉我 他跟我说话了 我说你先别着急啊 如果说你这个时候再上赶着 那么我们以前的功夫全白费了 我让他呢 第二天再回复 回复一句 怎么了 不做任何解释 那么这时候女孩心里呢 一定会有个强大的落差 他本来以为这个男生 肯定跑过来跟他解释啊 然后像以前一样 对他热情似火 但是呢 没想到这个男生这么冷淡 所以说女生不开心了 女生就会接着问 你怎么不追我了 这么没有耐心呢 还说自己有多么喜欢我 然后呢 我就让男生回 怎么了 吃醋了 然后女生这时候又端着了 说你想多了吧 我只是觉得 如果你找到真爱了 那你就把我删了吧 毕竟呢 我也不想天天看你们秀恩爱 然后呢 我朋友又慌了 赶紧跑过来跟我说 我要不要跟他解释一下呀 他好像生气了 我说呢 如果你跟他解释的话 那么你又回到解放前了 我跟你说 这就是渣女惯用的伎俩呀 他在试探你 让你紧张 让你服软 然后呢 紧接着再拿捏你 所以说我让男生回复 随便你吧 果不出所料 这个女生呢 并没有删除他 反而更加紧张了 对他说 所以你说 你之前喜欢我 都是骗我的吧 记住了 这个时候 千万不要让他 把主导权拿回去 男生说 你现在说这些 还有意义吗 然后呢 女生又回复他 我这几天呢 本来心情就不好 现在心情更糟了 这个时候咱们祭祷 还是要掌握主导权 所以男生回复 不是不喜欢你了 只是我也在考虑我们之间 到底适不适合 我已经啊 尽全力的去追你了 这些你也都知道 但是你总是犹豫不决的 考虑我们的关系 所以呢 我真的觉得 可能你真的很不喜欢我 然后女生终于绷不住了 对他说 那我们在一起啊 有的男生就想了 那我这样做 那我不成渣男了吗 我想跟你说 你不要想太多了 什么样的人 需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对待 像这种女孩呢 你一定要让她明白 爱一定是相互付出的 昨天我和我闺蜜呢 去吃饭 然后看到这么个事啊 有个农村大娘 在市场卖菜 她在道上呢 捡了个钱包 里边有五千块钱 大娘呢 就好心的把钱收起来了 等施主过来拿 可是没想到呢 施主却说 她丢的是六千 少了一千块钱 这事就说不通了吧 大娘说 那我跳进黄河 我也洗不清了 没办法呢 大娘只能找来了警察 但是这地方啊 她有点偏 没有监控 也没有证据 施主看到这种情况 一口咬丁 就是大娘偷的 这时候呢 也围过来很多人 在这里围观 然后大娘当时就给急哭了 大娘说 哎呀我就出来卖个菜 我捡到个钱包 我好心好意的还给你了 你还说我拿你一千块钱 那我直接不给你就完了呗 我看着大娘哭的 把这么委屈 我也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但是有啥办法呢 咱没有证据啊 然后这时候呢 我闺蜜走过去了 说这位大哥 你确定你丢的是六千吗 然后那个施主说 是啊 我确定啊 然后我闺蜜笑笑就说 那这个钱包啊 就不是你的了 因为我刚才眼见着 大娘捡的这个钱包 当时打开里边 就是五千块钱 所以你应该去找 那个捡到六千的人 这个呢 不是你的钱包 然后这时候 大娘也突然明白了 这个施主呢 见情况不对 赶紧是又赔礼又道歉 说自己错了 就这样呢 我闺蜜一波逆向操作 让在场的人呢 真的是太解恨了 然后回来的路上啊 我就说 你现在行啊 这个主意也能想得出来 我闺蜜笑笑说 我最近呢 迷恋上一本书 逆转思维 逆转思维呢 是一种重要的思考能力 是对常规思维的一种突破 在竞争日趋激烈 节奏日益加快的今天 每天呢 都会有大量错综复杂的问题 出现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和工作中 给我们带来各种压力和障碍 那么想要迅速解决这些问题 就要用到逆转思维 如果说你掌握了逆转思维 不管你在人生的哪个环节 都能够瞬间翻盘 所以呢 我今天也强烈建议你们 也去看看这本书 而且这本书也不贵 点击下方链接就可以获得 下方链接下来